历代治下第十二章 罗伯安的王位稳定 他也强盛起来 就离弃了耶和华的律法 全体以色列人也都跟随他 罗伯安王第五年 埃及王士萨上来攻打耶路撒冷 因为他们得罪了耶和华 士萨率领战车一千二百辆 马兵六万 和他一同从埃及出来的 路比人、苏基人和古石人 多得无法数算 他攻取了犹大境内的设防城 然后来到耶路撒冷 那时犹大的众领袖 因为世萨的缘故 就聚集在耶路撒冷 士玛雅先知就来见罗伯安和众领袖 对他们说 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既然离弃了我 所以我也离弃你们 把你们交在士萨的手里 于是以色列的众领袖和君王都谦卑下来说 耶和华是公义的 耶和华看见他们谦卑下来 耶和华的话就临到士玛雅 说 他们既然谦卑下来 我就不灭绝他们 我必使他们暂时得救 我必不借着士萨把我的烈怒倾倒在耶路撒冷 虽然这样 他们仍必做士萨的仆人 好使他们知道 服侍我和服侍士上的列国有什么分别 于是埃及王士萨上来攻打耶路撒冷 夺取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 把他们全部带走 又夺去了所罗门所做的金盾牌 罗伯安王做了一些铜盾牌 代替那些金盾牌 交给那些看守宫门的守卫长看管 每逢王进耶和华殿的时候 守卫就来拿这些盾牌 事后又把盾牌送回守卫房那里 王既然谦卑下来 耶和华的烈怒就止息 没有把他完全消灭 何况在犹大中还有善事 罗伯安王在耶路撒冷渐渐强盛 继续做王 罗伯安登基的时候是41岁 他在耶和华从以色列众之派中选出来 立下他名的耶路撒冷城中 做王17年 罗伯安的母亲名叫拿马 是亚门人 罗伯安行恶 因为他没有定义寻求耶和华 罗伯安的事迹 一生的始末 不是都记在士玛雅先知和仙剑 一多的记录上吗 罗伯安和耶路撒安二人 常有征战 罗伯安和他的列祖同睡 埋葬在大卫城里 他的儿子亚比亚 接续他做王 优优独播剧手 什么呀 优优独播剧手 优独播剧手